当小孩希望与另一位家长同住时,该如何处理? 是个人情况及参与者的反应而定,如果法庭已发出居户令的话,应当遵守。 然而,如果双方皆埋怨于小孩居户权的转变,双方可以私下调解,不需再向法院提出申请。 如果居户人对于现状感到不满,则可透过法庭更改居户令。 如此一来,乌人科藐视法庭的决定会有进一步威胁法律的行为。 如果没有执行居户令上的行为,这方面没有太大的问题。 如果双方家长对于小孩安排感到满意,便没有必要通过法庭决定他们的协议。 然而,如果父母对于小孩想法的改变而感到不满,向法庭申请居户令可能是可行的办法。